丁一鸣的争议持续延烧 现在更被翻出了 去年二月份 苏仁昌在脸书上面的课文 曝光了行政院 包括了丁一鸣在内的小编团队 让在野党警咬 这就是行政院的中央厨房 曾经担任政院专委的洪梦凯 更爆料了 中央厨房原本就是政院的插水间 走到院长的办公室 不用30秒 前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的 风波持续延烧 而现在这把火还烧向了在党质疑 行政院里头有所谓的中央厨房 来制作梗图 苏仁昌在去年脸书上 PO出了这张图 曝光了行政院的小编团队 其中丁一鸣上头还写着 乱写本大牌导演 照片被网友翻出来之后 被外界质疑 这就是行政院做梗图的中央厨房 这一间茶水室的位置 就在行政院院长办公室旁边的 基要是旁边的茶水间 距离苏贞昌院长办公的地点 走路不用30秒 洪梦凯会对行政院地理位置 这么熟悉 就是因为他曾经在江一化时期 担任过政院的专门委员 当有一些部会首长来拜会的时候 由幕僚人员准备茶水 基要人员他可以在里面 稍作修饰等待 要澄清就是行政院并没有 所谓的测译或是网军 这些图卡除了是提供给 包括像党团的委员宣导 或者澄清之外 我们也不会提供给相关的网军 即便政院秘书长否认网军状况 但梗图效应早在政坛炸锅 中央厨房也是好事情 表示我们治军严明 那该做的事情快速果断 而且迅速地去做 现在陷入中央厨房争议的执政党 也被外界点出 这背后可能牵扯派系角力 像是代表新潮流的段宜康 就在事发当天 与接庭以施来暗喻 嘉义立委王美慧更是开出第一枪 轰丁一鸣太天才 再加上王世坚接人开枪 党内炮火远比党外更精彩 丁一鸣在厨房炒菜炒过头 一瞬间让整个行政院操微达 东西王美慧的王哲 再次报道